泰国旅游数据依旧未恢复 中国游客为什么不去泰国了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微博泰国网8月22号这么一条消息 泰国五大旅游市场仅中国没有恢复 仍然低于正常水平的60% 这里边我们不禁要问 中国游客为什么不去泰国了 近日据泰国媒体报道称 泰国圆塔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门称 市场预测今年全年泰国产值增长 3.5%至3.8% 出口不太乐观为负的5% 虽然游客不达预期 但仍是支持泰国经济增长的 重要因素 啥意思啊 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就要甩锅中国了 是不是啊 或者制造一个舆论啊 原来是中国游客不来了 中国游客不来了 我们的经济呢 没长得那么好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从这个里边呢 可以看出啊 现在啊 整个东南亚地区 乃至于日本韩国或者其他的这些出口大国呢 他们呢 出口今年呢 都不太乐观 不是说仅仅是中国不太乐观 其他的整个地区都不太乐观 原因是什么 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欧美现在的购买力不及之前了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欧美这两个地方呢 他们的购买的这些东西 他这个理念变了 比如说之前三个月换一个手机 现在可能三年换一个手机 之前呢 两三年换一个电视 或者两三年换一台电脑 现在呢 可能要延长很长时间 之前这些人不存款 现在这些人呢 也开始存款了 所以呢 这个理念变了 这一下子呢 就是说很多地方依靠出口的呢 现在出口呢 也萎缩了 那泰国呢 很明显 他一方面呢 是出口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旅游 今年这个泰国呢 旅游数据不及预期 然后他说呢 是因为中国游客没有来 是不是这么 这个情况呢 是这个情况 但是 为什么中国人需要反思这个话题 而不是泰国人呢 其实吧 这个东西有点这个意思 一方面说 中国人可能是 他们的购买力不行了 他们的经济呢 马上要捏了 所以呢 他这个不来了 另外还有原因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因为 中国人不喜欢泰国 然后他不来了 原因是这个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经济增长不及预期 你应该反思自己 而不是甩锅中国呀 东南亚中国呢 有这样一个毛病 其实日本韩国也有这个毛病 民调呢 反中非常的严重 但是政府来说呢 相对的务实 他知道不能跟中国闹掰了 他要因为这个跟中国闹掰了 叫民意绑架了 现在中国的实力 分分钟整了他 也是有可能的 这一些国家呢 很多呢 在外交上呢 有这样一个姿态 都是国防靠美国 经济靠中国 然后呢 把中国赚的钱呢 到美国来买军火 然后呢 来对付中国 这些国家呢 就不能惯着 泰国呢 就无所谓了 哎 怎么着 怎么着 你可以左右风源 你可以玩左右平衡手 但是呢 有些东西不带你玩很正常 所以泰国甩锅呢 就甩嘛 我干 你随意 就这么简单 疫情爆发的时候呢 他这么说 泰国旅游呢 大概有四千万人 今年的市场呢 预估呢 将有两千八百万到三千万 按照越来呢 已经是从前的 每个月四百万 恢复到每个月二百万了 但不断的增长中 仍然没有恢复到 疫情前的水平 然后他说了 至于泰国的旅游 最多的五个国家 主要是中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韩国和俄罗斯 不得不承认 除了中国 其他国家的游客数量 均恢复至了 疫情前的水平 中国游客的数量低于预期 也是唯一低于正常水平的 那这有个问题了 中国人为什么不去泰国旅游了 有人说呢 是老百姓没钱了 其实这个东西呢 他你说老百姓没钱了 这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 关键点是啥呢 之前有人有钱出去旅游的 那肯定是有钱出去玩 你没钱出去玩 之前不能出去玩 你现在还是没钱 就那么简单吗 而且中国的人口基数是够大的 其实呢 不会说是影响之前的那种情况 而且今年中国的旅游业是非常爆满的 中国旅游业是有长途的恢复的 但是为什么泰国比国内旅游还便宜的情况下 泰国的旅游没有恢复呢 其实呢 我总结了三个原因 头一个原因呢 这个东西很明显 就是西方的势力宣传 西方势力呢 经常打造一个宣传 让那个泰国人呢 憎恨中国人 其实呢从网络舆论上 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其实你要是看啊 就是说到泰国的这个 他的网站当中 他底下的论坛当中 当讨论中国的时候 往往呢 就有带着半种族主义 半嘲讽的这种语调 其实这种语调呢 非常明显 他们在里边唱衰中国啊 开中国的玩笑啊 说中国乱七八糟的 说中国怎么怎么地啊 说中国人不讲文明啊 说中国人不排队啊 反正搞一些这些东西 搞这些东西的结果是什么 泰国本地人呢 对中国呢 产生了某种刻板印象 对中国人产生了某种 行为上的刻板印象 然后他们认为 中国人来泰国旅游 是来抢夺他们 什么什么东西的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 就变成了这个 非常不友善的一个环境 而且另外呢 我们也知道 这个西方搞的这个 周围有那么一个 有那么一个组织 叫奶茶联盟 奶茶联盟就是一个NGO嘛 就是西方培养的小旺旺嘛 在网络上经常活跃 这个奶茶联盟一般就主导着这些网络的论坛 当他们主导这些网络的论坛的时候呢 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们成功的妖魔化了中国 妖魔化了中国游客 当你妖魔化了中国游客之后 你形成了这种不友好的氛围 然后到了中国游客 到泰国旅游了之后呢 感受到了不友好的氛围 当我感受到不友好的氛围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到你们那旅游呢 就大家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其实泰国你想要 你想要言论自由 是不是 你想要言论自由 你对这些东西不管控 你对这些 就是说网上这些舆论不管控 你不管控最后的结果 你是产生了这些根本性的矛盾 你产生了这些根本性的矛盾 你最后影响你的旅游业 你影响你这些人赚钱啊 那关键点在这儿呢 你想放纵这些年轻人 让他们随便聊 让他们最后变成了一种反华的 西方培养的小汪汪 无意间变成了一种反华的 那种急先锋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什么都得不到呢 那中国的游客 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这种不友好 遇到了这种行为 遇到了这种敌视的时候 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泰国呢 那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他们也没有想到说 我可以敌视中国人 中国人依旧跑到我这来旅游 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贱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 泰国人应该自己应该明白这个东西 你自己不明白这个东西 那难道我还能帮你明白吗 那最后的结果不就是 我用我的行为 我不来了吗 不来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有效管控住 这些年轻人的嘴巴 和这些年轻人的行为 你没有有效的进行管控住 他们的行为 他们产生了极度的反华这种思潮 那为什么中国的游客会去呢 那中国游客不去 你失去了这个赚钱 几乎就俩都活该啊 很正常啊 这是头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啥呢 什么绵北啊 嘎腰子这个事 绵北嘎腰子的事严不严重 非常严重 但是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 绵北这块搞这个什么诈骗啊 搞这块又又又有一个什么水牢啊 又搞什么嘎腰子啊 又什么不给吃饭啊 又有一个公共墓地啊 又有一个坟地啊 什么玩意的 整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传着神乎其神的 有没有这个事 是肯定有这个事 这个东西有没有说 在中国国内很多人被骗 很多人被骗 有这回事 有没有人真正的被嘎了腰子 中产过去 俩腰子走着去的 回来的时候 没腰子 成天透析 变成残疾人了 有没有这种事 应该是有这种事 但是是不是这么严重 那肯定不会是这么严重 其实泰国在里边呢 扮演了一个 比较就是说 莫能两可的角色 中国游客过去了 中国游客过去了 搞了一些不友好的行为 然后骗子 通过把中国游客骗到泰国 然后转运到缅甸 有没有这种事 有这种事 这种事严重不严重 我个人认为 没有上升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但是这个事已经非常可观了 但这个事 它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产生了一种气氛 它在中国国内产生的气氛 就是什么呢 泰国是不安全的 当泰国被中国游客 认为普遍的不安全 居民又不太友好的情况下 那么中国的游客 为什么要去呢 中国游客要是去了的话 那情况不是很 就是说自己是自投罗网吗 或者自己往火坑里钻吗 那这个很显然 是非常可观的一个事呢 第三件事呢 其实最重要的事 这个事呢 很多人不去聊 就是泰国在疫情期间 搞了一个政策 叫大麻合法化 这个事对泰国的影响太大了 尤其是对泰国的游客 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里边涉及到各个领域 泰国为什么要搞大麻合法化 不就是说在疫情期间 当其他国家的游客 尤其是中国的游客 不来了的话 他想吸引更多的西方游客吗 他想吸引更多的西方游客 他就进行了一些妥协的政策 来吸引西方游客 其中一点就是大麻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在泰国的便利店里 都能买到大麻 在泰国的街道小巷里 都能买到那个东西 使得这个东西呢 全国性的泛滥 另外呢 大麻制成这些 比如说糕点啊 比如说大麻制成的糖果啊 大麻制成的饮料 尤其是这个饮料 还特别好喝 结果呢 你怎么办 你中国游客过去了 你中国游客过去了 想必肯定会接触到这些东西 你接触到这些东西 一不留神的 你喝了这个饮料 你特别喜欢喝这个东西 到时候回国的时候 染上毒瘾 那得不偿失啊 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整些大麻 然后这些游客过去了 一不留神 把这些大麻带到国内了 带到国内了 你说他不得坐牢吗 他不得蹲 蹲监狱吗 你说去了泰国 去了趟旅游 回来 去了 回来有个犯罪记录 那你说在中国有犯罪记录 我们也知道 他有犯罪记录 他成了贩毒的了 有犯罪记录 那他孩子考编的考学 那可能很困难了嘛 不就是这个嘛 所以这个原因是什么 你大麻合法化了 那中国管控毒品 管控的相当严格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问题 中国游客还敢去吗 中国游客要是去了 你大麻合法化 你大麻合法化 这个东西有一定的风险 有一定风险 回去了 回去了变成什么 回去变成老改犯了 你说这咋整 对不对 回去你进了监狱了 这咋整 对不对 关键点在这块 所以综上所述 一方面西方势力妖魔化 使得泰国本地 有很多对中国游客不友好的行为 第二个就是嘎腰子这事 第三个就大麻合法化 那这样一来 就是中国游客 为什么不去泰国旅游的真实原因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 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听见 请定议一下 谢谢大家